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多国开始外交抵制北京2022冬奥会 这或许让国际奥委会慌了赶忙找台阶下 12月7日国际奥委会IOC的最新声明表示 他们不能对彭帅事件提供任何肯定答案 自彭帅事件爆发以来 国际奥委会是唯一一个在媒体的报道下 与彭帅直接进行视频对话的国际机构 然而在了两次视频通话之后 国际奥委会因没有提供视频录像或谈话记录而受到批评 这也加剧了人们对于彭帅是否真正能够自由发言或自由行动的疑虑 国际奥委会12月7日在其新闻发布会上面临了更多关于彭帅的提问 该组织发言人亚当斯说 我们无法向你提供任何绝对确定的信息 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认为符合运动员福祉的最佳利益的过程中 尽最大努力 亚当斯还表示我们不能保证我们也不知道全部的事实 LC的主席巴赫在接受德星社采访时表示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关于这个案子的每个面向我们都在与中方讨论 体育界八卦新闻爆料网致命旋转 Deadspin直接将LC的这一番说辞称为 至少国际奥委会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他们撒的谎 假设LC真的不得不为彭帅事件扯个谎 那迫使LC豁下老脸的只能是中国的审查机器 这一期视频参考纽约时报与ProPublica联合调查的文章 当棘手的问题在中国互联网上疯狂传播 审查人员就会立即采取行动 网球名将中国最知名的运动员之一 彭帅在网上发布对前副总理张高丽的性情指控后 只过了20分钟 审查行动就开始了 他的指控直指中国不透明的政治体制的最高层 为了扑灭议论并改写叙事 官员们用上了酒精考验的战术 这些策略让北京得以度过近年来的一系列国内政治危机 包括2019年香港的抗疫活动 及其对新冠疫情的最初处理方式 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的分析证明 这一次中国发起的多层面宣传运动既老练又笨拙 在国内官员们利用互联网管制删除了提及这一指控的几乎所有信息 并对人们可能讨论此事的数字空间进行了限制 同时分析还显示他们发动了一群关注者众多的官媒评论员 在大量虚假推特账号的配合之下 试图回击国外的批评声音 这一努力并不总能取得成功 以下就是中国的审查机器在彭帅事件中可以称为经典的操作 审查机器得首先在中国不留下任何彭帅事件的痕迹 首先审查人员迅速删除了彭帅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指控 随后他们将提及彭帅指控的其余内容尽数抹除 根据统计他们的审查范围极广甚至连网球这样的话题都一度被限制讨论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互联网自由的学者肖强表示 当局在此事上总共封禁了数百个关键词 肖强还说这种处理方法往往只针对高度敏感的话题 比如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事件 尽管审查人员大面积压制讨论 但他们还是很谨慎的保留了一些关于彭帅的内容 他们保留了彭帅的新浪微博账户 但通过清除搜索结果 使其几乎不可见 他们还关闭了彭帅微博 以及以往提及彭帅的旧文的评论 这种策略能有效封锁好奇者 可能用来讨论该指控的数字交流场所 肖强表示 官员们删除过其他违逆中国政府的名人 体育明星和知识分子的账号 但彭帅的这次的情况是不同的 因为彭帅的指控已得到广泛关注 他也没有直接反对中国政府本身 这让彻底抹去他在网上的痕迹 变得更加困难 而针对国外 中国审查机构的默认态度是不这一词 但这一次他们最终不得不开口 在中国互联网上 北京可以抹出任何他不喜欢的议论 但在国外 宣传机器就得采取不同的策略 对于国内的政治丑闻 通常的办法 北京就是保持沉默 指代国际社会的关注弹剧 但这一次的情况并非如此 当彭帅在公开指控后 从公众生活中消失近两周 女子网球协会WTA和包括大阪直美 德约科维奇在内的世界顶级网球选手 都公开对他的安全表示关切 很快彭帅在哪里的话题 就在全球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轰动 在推特上 中国国家电视台的外语频道CGTN 发布了一张截图 声称那是彭帅否认性精致控和希望不被打扰的电子邮件 这封电邮的效果 大家都看到了 适得其反 引来了更多关注和担忧 人们指出其措辞的声音 还有在截图中可见的一个光标 让人怀疑写下文章的到底是谁 下一步中国的审查机构拿出影像证明 而这一招曾在新疆议题中被广泛使用 当应在西部偏远地区新疆镇压 穆斯林维吾尔人而受到广泛谴责时 北京精心策划了一场宣传攻势 用视频展示当地人对其社群遭受暴行的否认 在彭帅事件里 北京也选择用影像来表明彭帅一切都很好 但是这一次官员们得在不承认出现了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回应国际社会 为彭帅发出的抗议 这种幕后操纵感严重的策略显得十分笨拙 进一步加深了国际上的怀疑 首先央视频道CGTN的一名记者发布了彭帅的照片 他声称这些照片来自彭帅的个人微信账户 在两张照片中 彭帅所处的房间摆放了一堆毛绒玩具 还有一只猫 纽约时报的分析显示 这只猫房间的物品和装潢与彭帅此前在网上发过的图片相符 让照片有了一定的可信度 但尚不清楚这些照片是在何时何地由何人拍摄 随后影响力很广的中共小报 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在推特上发布了视频片段 显示彭帅在北京一家餐厅与一群人共进晚餐 在其中一条视频中 中国某大型网球赛事的负责人刻意提到了第二天网球比赛的日期 11月21日 次日一早 中国官媒又发布了彭帅现身青少年网球赛事的照片和视频 中文媒体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所有者何平表示 他们采用了掩耳盗铃的方式制造了一个个戏剧化的场景 何平认为 中国的这种宣传方式好比消防车往火上浇游 还补充说在外界看来这种笨拙的做法可能引发不安 当然如果彭帅在绑匪手中说自己是自由的 这种情况更加可怕 这一次中国审查机构不得不加强攻势 那就是找到一位国际友人来进行配合 中国的信息传递战略通常依赖于对赋与其正当性的外部言论的强调 当国际奥委会在11月21日宣布 巴赫主席与彭帅进行了视频通话 中国官媒的记者迅速将这一消息广而告知 他们还分享了国际奥委会称 彭帅看起来很放松的推文和声明 但没有提及任何彭帅的指控 这并没有缓解外界的担忧 相反 奥运官员应对彭帅指控的相对沉默受到了批评 他们曾表示正在帮忙做静默外交 随后在通过电子邮件回应提问时 国际奥委会IOC为其行为做出辩护 称可以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候联系上彭帅 但国际奥委会没有对为何不肯公开提及彭帅的 性侵指控做出回应 国际友人这一招还是不行 那下一步就是高科技了 中国的审查机构派出了海量社交媒体虚假账号 近年来 中国经常利用推特虚假账号策划传播虚假消息 或宣扬其偏好叙事的活动 纽约时报和ProPublica对推特账号的分析发现 有至少97个虚假账号在宣传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和其他中国官媒发布的关于彭帅的信息 纽约时报称 这些账号基本没关注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关注者 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就是被创造出来放大彼此的声音 其中许多账号推动彭帅照片能够证明他没事的说法 分析也确认这些账号都属于1700多个带有中国秘密信息宣传特征的推特账号 用来传播各种政府的信息 与许多其他推特用户相比 这些账号的评论显得很不自然 这个11月注册的名为Flora25507875的疑似水军账号写道 网球是彭帅的职业 他参加活动再正常不过了 而推特发现这类可疑活动 结果之一就是在分享胡锡进发言的数百条推文中 很多已经消失 对此胡锡进则表示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从来不知道有疑似水军的账号与我的推文互动 你说的情况让我很惊讶 推特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 该公司已删除了由纽约时报和Publica确认的 所有97个违反其平台操纵和垃圾邮件政策的账户 该公司表示正在调查这些账户的由来 根据过去的分析 这样的说法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 但它可以帮助掩盖批评者的声音 并强化一种友好的信息 还有其他明显的迹象表明 这些账号和成百上千的其他 经过分析的账户都参与了塑造对公共舆论的运动 他们大部分推文都是在北京时间工作日上午8点至晚上7点之间发布 午餐时间略有停顿 这种模式在被认为是中国发起的运动中有所体现 而这些账号过去几乎没有发过帖子 其中超过一半的账户注册不到三个月 在一些账户开始发布关于彭帅的贴子前 他们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都是其他中国信息宣传运动所针对的目标 许多人转发漫画 还有人发表针对该政权批评者的攻击 例如前川普政府顾问史蒂夫班农 其他贴子则使用似乎针对美国受众的主题标签 例如停止亚裔仇恨犯罪和停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 过去被认为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宣传运动 试图将对北京的批评和反亚裔偏见混淆 如果网络水军还不行 那就需要中国审查机构来引导话题 推动反叙事 倒打一耙 当面临公共关系挑战时 中国的宣传人员往往会采取另一种策略 就是质疑北京批评者的动机 中国官方媒体的一些记者 已经开始猛烈抨击那些要求证据 证明彭帅安全自由的人 ZGTN主播李清京表示 西方只是利用彭帅来破坏中国 在女子网球协会WTA在12月1日宣布 决定暂停在中国举办的比赛之后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以不同寻常的转折推动了另一种叙事 他指责网球组织强迫彭帅帮助西方攻击中国 并称这剥夺了彭帅的言论自由 再下一步就是战狼出场制造双棒对立 在中国 微博上的审查人员继续删除关于彭帅的评论 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 法国大使馆的一篇贴文 督促中国尊重其保护妇女的承诺 但是这条微博成为了民族主义发泄的出口 用户猛烈抨击法国 指责该国干涉中国事务 一位评论者还拿出比赖的方法 纽约时报认为这些贴子很可能经过精心的编排和策划 纽约时报员工使用个人账户对大使馆贴子发表的评论没有显示 有一次微博的统计数据显示 该使馆的贴子被分享1600次 但只显示了一些近期的转发 而许多转发者都表示支持法国大使馆 但几个小时之后 贴子消失了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的华尔街焦点来通过习近平的口号来解密习近平 今天的视频内容来自杂志 外交事务和纽约课的文章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七个十年中 其领导人经常使用高尚的言辞和模糊的口号 来阐明他们的愿景和个人标志 在1980年代 邓小平谈到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本世纪的头十年 江泽民谋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习近平在上任初期将恢复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地位 称为中国梦 这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用语背后的寓意和艺术 经常让外国观察家摸不着头脑 最近在习近平领导下出现的口号 共同富裕也是如此 这个词在去年夏天变得有味突出 因为中国当局以整顿资本主义的过渡行为和恢复中共 为群众服务的初衷为名 对包括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实施了一系列的新规定 新的规则有效的从这些公司的股票估值中抹去了大约1.5万亿美元 从那之后 投资者和其他人一直在争相恐后的解读 共同富裕 并把握其对中国未来政策和经济前景的影响 追溯共同富裕的初出 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习近平8月在中共中央财政委员会官员的讲话中发表的一份宣言 其中一段很长的摘录在后来10月求是杂志上 而求是杂志它是中共中央的理论期刊 中共中央有大约350名做出关键政治决策的顶级精英组成 那里发表的内容很重要 而习的宣言也不例外 它主要针对官僚机构不是对公众的宣传 相反 它应该被理解为对负责执行习近平愿景的政府官员的一套指示 他的话在等级制度中渗透下来 一层一层的被提炼出来 习近平称 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共同繁荣 而不仅仅是少数 这不是呼吁平等主义 每个人都一样 中共也不会落入奖励懒惰的福利陷阱 相反 习近平承诺 党将会继续鼓励通过勤奋和创新创造财富 然而在习近平的整个指示中 习近平一直在努力解决奖励资本家和限制他们的财富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方面习近平誓言要通过法规限制不合理收入拒绝资本的混乱扩张 打散私营企业巨头 督促富人捐款 但与此同时 中国必须继续激活和利用创业激励措施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 如果企业家的回报受到限制 或者企业家他们不能自信的确保投资回报 他们将减少投资和创新 这份宣言无意中阐明了中共的一个基本现实 尽管它在创造财富和刺激增长方面取得非凡成功 但在解决如何在不扼杀资本主义的创造潜力的情况下 驯服资本主义的过渡行为的难题时 中共没有明确的答案 和世界各国政府一样 中共还没有弄清如何分得以备根 而习近平也承认这一点 他写道 在脱贫攻坚方面我们有很多经验 但在管理富裕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正是因为习近平没有可以遵循的路线图 他督促他的同志们去适应和实验 共同富裕的最终影响将取决于各级官员 如何解读习近平的愿望 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时间回到2015年 当时纽约克有一篇文章关于习近平 纽约克在2015年4月6日发行的期刊 有一篇文章叫《生而为红》 文中称 习近平与普京很相似 习近平没有探索精神 但他却擅长塑造自己的形象 擅长处理好关系 现在他脱下了士兵 劳动时穿的功服 穿上了西方的西服 台湾商人 廖万龙称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与习近平会面 习近平要审查那些想要预知会面的人 他很擅长去评判别人 而普京之前是科格勃特工 现在以务实外交家和善于批判别人而出名 布鲁斯清学会的希尔和盖迪 都曾在普京先生一书中写道 对于普京来说 别人都是他主控的游戏的参与者 他选择输入 别人则采取反应 他来评判 参与者对他的输入的反应 可以让普京知道 他们认为的普京是什么样子 但是这些反应也让普京知道 他们是谁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关心什么 与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不可动摇一样 习近平成为毛泽东之后完全掌权的中国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已经接管经济大权 开展反腐运动 清洗政敌 并为自己戴上诸多星头衔 在管控问题上 两人似乎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 普京曾在2015年的3月消失10天 引发世界猜测 而习近平在成为国家主席前 为了巩固权力 也曾做过同样的事 2012年的9月4日习近平取消于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会晤 之后留言四起 有称习近平患重病 也有称习近平遭到暗杀 但是习近平在消失15天之后现身 并告诉美国官员自己后背受伤 有分析中国政治的人士猜测 习近平事实上罢工了 他想要在掌权前插入重要的盟友 清除反对者 越来越鲜明的就是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运动 实际上就是为了巩固权力 有西方外交人士称 我不会将其称为反腐运动 我不会将其称为反腐运动 这是难以忍受的欠好战 在西方民主国家 领导人为了吸引选民和应得公众支持 讲话通俗而有说服力 中国领导人似乎恰恰相反 他们的讲话晦涩难懂 充满了党性言论和令人费解的典故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含有任何物质 要破解这些谜语 必须记住 部分原因是中国缺乏公开的政治竞争 这样的演讲不是公共交流 而是政策交流 杂志外交事务认为 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描述为 依赖直接即兴发挥 即最高领导人给出总体方向 然后官僚以特定的政策做出回应 通常是根据当地情况量身定制 说明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可以将其视为红色黑色和灰色 红色方向有明确的限制 黑色显然支持特定的行动方针 灰色指令则故意模糊 官员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这有助于鼓励地方试验和政策变化 审秘或含糊不清 也使领导者在确定 要在其上建立自己的权威和声誉之前 不会对特定政策做出承诺 习近平的求是杂志的发言 包含所有三种类型的指令 一项红色的指令 涉及习近平坦率的承认 2012年中共发起的脱贫运动 引发的公众强烈反对 一家中国媒体就报道说 压力如此之大 以至于官僚们经常失眠失声 许多人采取了极端措施 而他们只是通过将某些地区的贫困人口 从偏远村庄迁移到更大城镇 来减少他们的数量 而很少考虑他们的生计 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居民 以这样的方式不得不被警离乡 习近平想强调的教训是 在实现共同富裕时 官员们不应采用脱贫攻坚战的统一目标 而应避免大规模逆转贫困或新形式的贫困 换句话说 习近平警告不要设定不切实际的目标 并采取可能会在未来制造问题的强有力措施 习近平还发布了一些黑色指令 他解释说 官员们必须强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指导思想 加强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 换言之他们必须加强思想控制 二是要积极发挥国有经济 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习近平指出 党对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的支持 现在将附带条件 他响应邓小平的功力 即政府应该让一些人先富起来 但也补充说 同时我们必须强调先富的人 要帮助后富的人 因此习近平呼吁富人们要自愿分享财富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和腾讯 都立即对此做出积极响应 向当时的山西省洪灾受害者 捐赠了超过4600万美元 最后习近平概述了一些灰色指令 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目标 他建议道 这需要一个过程 不能一蹴而就 他还以中国东部的浙江省为例 他在2002年至2007年间 担任该省的省委书记 是实验公平发展政策的典范 浙江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不仅是因为它是GDP总量 第四富有的省份 还因为习近平的许多忠实追随者 他们构成了习近平的政治基础 而这些人都来自浙江省 通过鼓励全国官员 学习浙江经验 因地之一 习近平正在实践 有针对性的激性创作 在他的指导之下 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名言 但是邓小平在1980年代 选择广东省 作为其自由市场经济愿景的典范 而习近平则选择浙江代表共同富裕 既然习近平已经绘制了规范的路线 则将由下级的官员来填补其中细节的空白 2021年7月 浙江省政府发布了实现 共同富裕的五年规划 还包括52项措施 升级工业基础设施等许多政策早已到位 但该计划还增加了一些 符合习近平优先事项的新重点领域 例如建立慈善捐赠制度 遏制房地产投机 扩大经济适用房的存量 在地方层面也出现了更为具体的 共同富裕政策以加薪为例 它是浙江最富裕的直辖市之一 也是居民经济高度平等的直辖市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 加薪当局放宽了户籍制度 让所有居民都享受同等水平的公共服务 加薪还将资源投入到提高农业产量的高科技工具上 并正在推进创新政策 允许村政府将其土地配额中未使用的部分 政府授权使用农村土地用于城市发展 出售给企业以换取收入或股权 这将代表着共同富裕的前进道路 但是中国的很多其他省市地区 并不享有浙江的经济优势 所以即使所有中国官僚都收到北京的同一套指示 但应该预料到政策实施的高度不平衡 习近平在求是中的发言 强调了另外三个因素 首先中国的资本主义繁荣 是中共最引以为豪的成就 但也是威胁今天稳定的一系列裂痕的根源 其次中国领导人既雄心勃勃又容易犯错 习近平无法解决驯服资本主义 与保持资本主义活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这是他报复有限的一种表现 第三中国所有大战略的效率 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 都取决于数百万官僚和相关行为体的实施 围绕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混乱 也说明中共外交政策缺乏规划和协调 起码共同富裕需要考虑所有这三个额外来源 不平等腐败风险资产泡沫 道德堕落和其他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危机 这些危机都源于中国的裙带资本主义 这些问题造就了美国杜金时代的中国版 共同富裕应该被理解为 习近平试图将中国从杜金时代拯救出来 并将其带入类似于美国在进步时代所经历境遇的简写 当然习近平不能公开承认他的国家面临着与塑造其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美国类似的问题 将他的竞选活动定为反对不平等的斗争 将使习近平能够避免承认中共面临系统性崩溃的现实 但与美国领导人依靠民主措施来对待资本主义的过渡行为不同 习近平正在部署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命令 口号和适应性政策制定 习近平的做法反映了中共 希望通过试验和调整方式摆脱许多同时发生的危机 以避免政治体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最新消息法国驻华领馆就彭帅事件在新浪微博上发生 而彭帅和国际组织国际奥委会通话了 但似乎这并没有让质疑和批评停止 国际特赦组织告诫国际奥委会 不要在彭帅问题上参与洗白 彭帅选择和国际奥委会视频通话 而不是WTA 这是不是北京到目前针对彭帅事件最高光的公关动作 而奥委会的主席巴赫会成为第二个谭书记吗 北京要保证的最重要目标 冬奥会和政权稳定 以此为基础的话 如何保证彭帅的自由和安全 而作为国际回应 如何扩大彭帅事件的影响力 让更多人知道 尤其是让中国人知道 这或许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而法国人就这么做了 这一期话介绍点继续来关注彭帅 其实彭帅事件能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 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 证明彭帅自由安全的方法有很多种 北京就是不选择那最有说服力的方法 证明彭帅的自由和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含有光标的电子邮件截图 还是和维尼熊合影 还是吃饭的包间视频 还是出席钻石碑 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总决赛 这些文字照片视频 说服力是相同的 他们都是单一来源发布 无法从中立的第三方得到验证 现在国际奥委会的视频通话 提供了新的发布来源 但多少人会选择去相信就见仁见智了 现在彭帅在报平安视频照片中的笑容 或许越灿烂 引来的质疑分量就会越重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OC 在当地时间的11月21日表示 其主席巴赫 与中国女网名将彭帅进行了30分钟的视频通话 国际奥委会主席称 彭帅感谢奥委会关心他的健康 并指他现在平安无事 待在北京的家中 盼望外界尊重他的隐私 这条视频发布在国际奥委会的官方推特运动员365上 不过这个视频下方的留言中 有一些人指责国际奥委会无耻 令人讨厌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阿卡德称 国际奥委会在彭帅问题上正在进入危险水域 他们应该极度谨慎不要卷入 为可能的人权侵害进行任何的洗白 为何这么说 因为对于彭帅事件公开的报道显示 国际奥委会过去几周一直没有发生 而现在突然就与彭帅视频连线 难免让人感到突兀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与二委会连线视频完全没有办法让WTA感到满意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言人 重申了西蒙一个多星期以来所表达的立场 即这些视频和照片没有减少或回应 他们对彭帅安危 即是否能在没有被审查或胁迫下 与外界沟通的透明忧虑 WTA继续呼吁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 对彭帅被性侵的事件进行全面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WTA发言人说 很高兴在最近的视频中看到彭帅 但他们没有减轻或解决WTA 对于他的健康和不受审查或胁迫的沟通能力的担忧 目前包括世界女子职业网球协会 国际网球总会ITF联合国以及英国的前球王穆雷 西班牙买牛纳达尔以及瑞士特快车费德勒 小威廉姆斯大阪之美 传奇的女金刚拉拉提诺娃 金恩夫人等历代球王球后都发生关切 彭帅的安全 如果要拿来比喻的话 可以说是彭帅事件 光是在网球界就集结了一批相当于 漫威的超级英雄中复仇者联盟等级的阵容 要算上网球圈外 那聚集的影响力可以说是漫威DC黑马几大漫画阵营的超级英雄合作了 还有报道称 推动运动员权益的全球运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 批评国际二委会在上周日的视频声明时 二委会成为了中共当局恶意宣传及蔑视基本人权和正义的帮凶 该组织还指责IOC 也就是国际二委会完全无视针对女运动员的性暴力及性侵指控 美联社还表示 当局让彭帅晋升的努力反映了中共消除一切对其领导人批评的决定 而由于运动员的名气大受社会尊重 并以往用来为中共宣传其成就 因此这些运动员的声音在政治上就特别敏感 英国卫报在周一报道说 在国际社会外交体制北京冬奥会迫在眉睫之际 国际奥委会被批评利用彭帅安危的事件 参与了中共的一场公关特技表演 卫报还表示 加拿大前奥运选手和人权律师尼基德莱顿说 国际奥委会一直以政治中立为由 避免介入国际社会对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等地的人权迫害 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以及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彭帅的视频通话 看起来却非常政治化 他强调应当由一直关注彭帅的网球界官员来出面通话 而不是由国际奥委会来参与一场公关特技表演 他表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没有让他感到彭帅是安全的 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 尽管国际奥委会与彭帅视频可能消除了外界对彭帅安危的最坏担心 但却未能减少外界对他更为广泛自由的忧虑 以及要求对性侵指控进行全面调查的不断高涨的呼声 此前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警告中国政府让彭帅发声 否则将采取外交行动 而最新的动作则是 法国的驻华大使馆的官方新浪微博在北京时间的11月22日 就彭帅的下落和近况发布提问 而由于外交豁免 理论上这则微博不会被删 不会出现像彭帅11月2日1700字微博只存活了20多分钟的情况 而无国界的记者组织主席则指出 中国在冬奥前犯了严重错误 处境尴尬 北京或许还会公开更多彭帅的近况 但能拓宽更多消息来源吗 这个值得关注 国际奥委会是否会是这次北京的危机公关的仅有高光时刻 根据纽约时报对于彭帅的专辑性报道 35岁的彭帅是中国最受认可的运动员之一 他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和法网公开赛的双打冠军 国家媒体曾将他誉为中国的网球公主 如果有人能够突破中国对于MeToo女性平权运动指控的冰冷抗议 那似乎他是这样的人 但恰恰相反 彭帅已成为了中国对政治社会和体育的铁腕控制的又一个例子 也是敢于挑战北京的女性 即使是那些曾经赢得国家性赞誉的女性的斗争的客观教训 彭帅的指控是 第一个渗透到中共最高权力机构政治局常委的指控 这是一种勇气 也许也是绝望 导致了激进的回应 使他在中国境内窒息 在过去一周 中国的国家宣传机构发布了一系列照片和视频 声称彭帅黯然无恙 但这一连串的报道中 唯一缺少的是彭帅自己的声音 三周前 彭帅曾描述 即便如同飞蛾扑火 也要说出真相 而现在这样的国家宣传机构发布的内容 只能证明彭帅还活着 纽约时报披露了更多彭帅的个人经历 彭帅出生在湖南湘坦市 父亲是一名警察 8岁时 彭帅在叔叔的介绍下接触网球 在12岁时 他因先天性的心脏缺陷接受了手术 这让人怀疑他能否继续打网球 但在数后 彭帅被送到了天津进行网球培训 从2008年开始 他参加过三届奥运会 在2005年的时候 当他决定单飞时 一位体育官员批评 彭帅太自私 抛弃了祖国 而前球员兼评论员的帕特里克 麦肯罗在接受采访时说 彭帅非常迷人 总是微笑 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竞争对手 纽约时报的评论称 彭帅事件已变得有爆炸性 冲击北京的政治圈 评论称彭帅事件正式检验 中国是否符合举办冬季奥运会的指标 著名的中国媒体人胡锡进 在11月20日也在英文推号上发推 并上传了两段所谓彭帅和他的教练 及有人在一家餐厅吃晚饭的视频 称内容清楚显示 那是北京时间周六拍摄 不过让人感到视频制作用苦良心的是 拍摄者特意用特写镜头拍摄餐馆上的 今日已消毒的日期 但只显示了11月哪一天的日子 却被模糊处理 这几段视频并没有减少外界 对于彭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的担忧 一些网友调侃说 党还为了个人报平安 真的细心体贴 温暖人心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史蒂夫·西蒙表示 这一则视频并不足以证明彭帅的人身自由 他说能看到的是彭帅是积极的 但是他能否自由 能否在没有血迫或外力干预下 自己做出决定和采取行动 仍是未知数 仅仅是这个视频还不够 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仍处在十字路口 西蒙在当地时间的11月19日 信给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要求秦刚与中共高层讨论这个紧急问题 希望能尽速解决 他还要求允许彭帅离开中国 或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通过现场视频语音直接与西蒙通话 彭帅与台湾选手谢舒威合作 曾是女网双打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 赢得过两项大马冠冠军 2013年的温布尔敦公开赛 和2014年的法网公开赛 他在2011年取得职业生涯最高的单打排名14位 在2014年进入美国公开赛的单打半决赛 而被彭帅指控性侵的现年75岁的张高丽 在2012年至2017年 是中共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之一 在2013至2018年任副总理 彭帅事件是中国首次有公开 针对一位高级领导人提出性侵指控 当局没有透露 任何是否对彭帅的指控 进行调查的迹象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 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